在公务消费天价茅台天价烟被网友们痛批之后 面向公务消费市场的奢侈品仍然继续问世 近日河南茶商专为官场消费量身打造的信阳茅间上市 价格13万元一斤 网友们质疑公务员喝的是茶还是百姓的血 请看雪莉的详细报道 据推出这种天价茅间的河南茶商五云集团副总经理黄一行介绍 这种所谓大气系列高端茶叶在河南公务消费市场已经有两年了 而且很受欢迎 更有业内人士透露 这种天价茶叶基本上不在市场之流通 尽管很多网友对官场的设施已经是见多识广了 但还是为如此的天价而动容 13万元对老百姓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它是农民工平均最低年收入的11倍 有网友说一听吓一跳 这公务员喝的是茶还是老百姓的血汗呢 公款吃喝玩乐真是花样翻新 按下茅台这只葫芦又浮起了茶叶瓢 除了茅尖啊 浙江还推出了18万元一斤的西湖龙井 而四川一种用熊猫粪便培育的茶叶 竟卖出了22万元一斤的价格 是谁在买这些天价茶呢 据茶商们表示 纵理消费是高档茶叶的主力军 很多人对官场的激行奢侈感到愤慨 过去说富家一喜酒穷人半年凉 现在是官家一场茶穷人十年凉 纳税人的钱就这样没了 知道为什么我们的税这么重了 还有网友调侃说 虽说是公费开支 但创茶叶价记录于中国公务员生活高水平 可以报创吉尼斯记录了 为党争光啊 每届政府都说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就是在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奋斗啊 有网友感叹 美国大使住不起中国的五星级宾馆 这么贵的茶可能也没喝过 再看看人家美国老百姓的收入 你们这些人脸不脸红要不要脸呢